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陕西咸阳兴平市 距离城区十亿公里外 有一座高大的地灵 它是西汉地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 这就是汉武帝刘彻的茂林 汉地灵的形式基本上是以风土为灵 皇帝和皇后安葬制度是同营不同学 简单的说 同营就是地灵和后灵位于同一座灵源范围内 不同学就是不葬在同一座地宫内 正常情况下 地灵和后灵在风土上也是有些区别的 地灵要比后灵在高度上稍微高一些 因此在西汉皇帝灵区内应该有两座高大的风土 一座为地灵 一座为后灵 咱们都知道 当年皇后魏子夫因为巫蛊之祸自尽了 所以她没有陪葬范围 也就是说 范围是没有后灵的 但就在范围西北方向几百米的地方 却埋葬了一位皇后 她就是汉武帝宠爱的女人 被霍光追封为皇后的李夫人 大家看我眼前这座风土 这就是李夫人墓 风土边上被修成马路了 这风土很明显 有人为取土的痕迹 很可能就是因为修这条马路 取了一部分的土 风土的高度目测看得有二十多米 这就是李夫人墓的文宝碑 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宝单位 茂宁培葬墓 这边应该是碧园丽的碑了 说到汉武帝的女人 比较有名的有四位 分别是陈安娇 魏子夫 勾矣夫人 还有这位牧主人李夫人 但这些女人的结局 多数不是很好 甚至有些凄凉 陈安娇她是汉武帝的第一任皇后 后来被废了皇后尾 幽禁在长门宫 最终御语而终 魏子夫大家很熟悉了 她是汉武帝的第二任皇后 陪伴了汉武帝几十年 但后来因为巫骨之祸 她自尽了 勾矣夫人是汉昭帝刘芙玲的母亲 为了防止女主乱政 最终她被刺死了 李夫人的结局 要比这几位好太多了 她生前受宠 死后还让汉武帝念念不忘 她是如何做到的呢 接下来咱们走进她的人生故事 李夫人的出场是因为一首歌曲 她叫《家人曲》 歌词是这样写的 北方有家人绝世而独立 一顾清人城再顾清人国 宁不知清城与清国 家人难再得 这首歌曲是李夫人的哥哥李延年写的 汉武帝听完后非常的高兴 她说不错写得很好 只是这世间真有如此清国清城的美人吗 就在这个时候 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说话了 当然有了 李延年有个妹妹非常的漂亮 跳舞也非常的好 就这样 李夫人走进了汉武帝的世界 从这就可以看出 李夫人进宫是平阳公主精心安排的 聊到这多数朋友可能会想到魏子夫了 因为多年以前魏子夫就是平阳公主推荐给汉武帝的 如今魏子夫已经是大汉帝国的皇后了 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魏子夫的容颜逐渐衰老 汉武帝也不是那么宠爱她的 此时她最宠爱的就是李夫人了 李夫人和当年魏子夫一样 随着自己的受宠 她的家族也飞黄腾达 她的几个哥哥先后都被家封 后来李夫人为汉武帝生下了一个儿子 她叫刘伯 大家对这个名字可能不太熟悉 咱们再说刘伯的儿子应该是无人不知了 就是海魂侯刘鹤 也就是说海魂侯刘鹤是李夫人的孙子 李夫人生完孩子之后 身体非常的虚弱 没过多久她就冰中了 在这个期间汉武帝多次去看望她 但李夫人却用被子蒙住自己的脸 她请求汉武帝要厚待自己的儿子和兄弟 此时汉武帝说 李夫人先把被子拿走 咱们面对面再说这些事情 但李夫人坚持不见汉武帝 汉武帝又说 只要夫人见我 就赏赐给你千金 并且给你的兄弟家官禁绝 李夫人却说 家官禁绝是皇上决定的 不在于和我见上一面 然后李夫人就不再说话了 汉武帝非常的生气 直接就走了 那李夫人为什么这样做呢 当时她的姐妹也不懂 就埋怨她说 你难道就不能和皇上见上一面 嘱托一下兄弟的事情吗 为什么对皇上如此怨恨呢 现在可好 皇上生气了 这不是更糟吗 李夫人说 我之所以不见皇上 正是想将兄弟的事托付给他 我出身寒微 是因为美貌得到了皇帝的重兴 像我这样凭借荣貌侍奉别人的人 荣貌衰老 情义就浅了 情义变浅 恩情就断了 皇上之所以还深情地眷念着我 正是由于我原来的容貌 如果他见到现在的我 容貌丑陋 一定会厌烦嫌弃的 那我去时候 怎么可能善待我的亲人呢 从这些话中就可以看出 李夫人很了解汉武帝 也明白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她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和需求 李夫人知道自己走进汉武帝的世界 是被人安排的 在别人眼里 她就是一枚棋子 李夫人很聪明 她知道汉武帝喜欢自己什么 很简单 就是肉貌 因此李夫人的一生 应该没想过 让汉武帝对自己痴情专一 只要得到了宠爱 她只谈利益 不谈情感 李夫人去世后 汉武帝用皇后的礼节将她安葬 还画了她的肖像 挂在皇宫中 当时汉武帝看着李夫人的画像 很思念她 后来汉武帝找来方氏涉谈做法 希望能再见到李夫人 到了一天晚上 方氏挂上违杖 摆上酒肉 然后让汉武帝先去别的杖里 就在方氏的一番操作后 汉武帝远远的看到一位美女 特别像李夫人的样子 在杖中坐下 又起身徐徐而行 但是自己又不能走进去看 当时汉武帝说 是不是你呢 我站在那望着你 你为何这么迟才缓缓而来 然后汉武帝还写了一篇幅 用来悼念李夫人 很难得看到汉武帝 对一位女人这么伤心 但话说回来 与其说是汉武帝一往情深 不如说是李夫人清醒自知 李夫人在病重的时候 不见汉武帝 就是为了把自己最美的样子 留给汉武帝 以至于她去世多年后 汉武帝一直对她念念不忘 她深层的目的 就是希望汉武帝对自己的家人好 但李夫人万万没有想到 她这样做没能保住她的家人 主要是因为她的哥哥们不争气 和魏子夫的最强嫁妆是没有可比性的 如果汉武帝有无理由退货 估计自出运飞 发空运退回去 李夫人去时候 她的哥哥因在后宫一乱而获罪 还有一位叫李广利 当年她率领大军去攻打匈奴 结果偷降了 消息传回长安后 汉武帝震怒了 当时气得想不起来李夫人的话了 直接下令将李氏一家灭族 在公元前87年 汉武帝刘彻驾崩 霍光按照汉武帝的心意 追封李夫人为皇后 并配向宗庙祭祀 虽然李夫人她并没有给李家带来安全 但她自己的一生还是很幸运的 生前受尽宠爱 死后独享荣宠